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 大家好 我叫周弘英 请大家多多指教 周弘英 虽然董事长让你进了设计部 但我才是设计部的总监 在我还没认可你的能力之前 你不可以跟大家一起工作 那 那我做什么呀 设计部大大小小的杂事很多 从现在开始 你就是每一位设计师的助理 大家要你做什么 你就做什么 白总监 红英只是一个小女孩 她怎么能做所有人的助理呢 不能也得能 她没资历没学历 当然从基层开始做起 难道留在设计部当老大吗 没问题 我的工作我一定会好好做的 你们大家听清楚了 这是我考验周弘英 最重要的环境 从现在开始 没有我的命令 谁都不能帮她做任何的事情 白总监 那我先带弘英 熟悉下这里的环境吧 这个事情就让我来吧 不麻烦你了 走吧 玉慧一定不想在白湖看到我 不知道她又要干吗 好姐姐 恭喜你啊 绕了那么大一个圈子 出了那么多丑 你还是想尽了办法 进了我们设计部 让我进公司 是董事长的决定 也许 这就是散不开的缘分吧 少给我洗皮笑脸 识相的话 就立刻提出辞职 离开公司 我不能擅自做决定 抱歉 你说什么 董事长和我签了合约 除非他下命令 我才能离开公司 否则我没有这个权利 这也是条件之一 还有这种事情 是啊 所以即使你不乐意 我还是要留在设计部 请多指教 少跟我来这趟 既然你不走 那我们把话讲清楚 在公司里面 你不认识我 我也不认识你 我们各自做各自的工作 各过各的生活 你别来跟我沾亲带故 如果公司的人 知道了我们的关系 我非整死你不可 玉慧 等一下 玉慧 玉慧 又怎么了 你不是还要带我去熟悉环境吗 跟我来吧 然后啊 董事长就说 我打算让周红英 进你管理的设计部 就是这样 就是这样 这消息啊 百分之百准确 总之呢 董事长不但没有告周红英 还真的让她进了标准最高 审核最严的设计部呢 你说这个周红英啊 她当初可是连面试都没过 现在却莫名其妙地进来了 你说这个周红英啊 这人生是不是没个准啊 以你的智商当然觉得没个准 可我认为 这整件事情会有个戏剧性的转折 只有一个可能 什么可能 周红英和董事长之间 一定有什么不可告人的关系 好 你好 猴鹰 你好 你好 娘娘 久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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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们好 你好 他们是营销部的 这是包山 这是小海 之前在林婆婆的二手店见过的 当时 过去的事情就不要再提了 我们总是放眼于未来 还隶属于现在嘛 可是 我觉得还是应该道歉才对 对不起 不用不用不用 是我应该跟你道歉 是我的不对嘛 还有我还有我 我也有不对的地方 说说 我也有不对的地方 当时呢 是我们有眼不是太深 不知道 没发现你这身上 一身的浑身上下的艺术细胞啊 你说你 你说你这是手啊 他怎么就那么 他灵巧 那么灵巧呢你说 好像那个包啊 在你手上就仿佛有了生命 就有了 有了 灵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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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个词怎么说来着 叫 叫 叫 再造父母 灶哪个头啊 走 巧夺天宫吧 鬼斧神宫啊 是啊是啊 难怪董事长 清点洪宁姐进设计部 咱们白胡企业自创立以来 除了白总监之外 就是洪宁姐 你有这样的特殊待遇了 没错 不是因为这样 是因为我跟董事长有约定 哦 当然了当然了 明白明白明白 都懂都懂 你说这事吧 自己人知道就行了 不用解释 不用解释 对对对 奇怪了 这两只大笔虫怎么回事 这样巴结洪宁 哎 洪宁姐怎么今天有时间 来我们营销部啊 哦 我是想来熟悉一下环境 哦 那个熟悉环境 刚往来就可以了嘛 那个营销部我跟你说啊 这块儿 没有人再比我包山更了解环境了 对对对 洪宁啊 我们先去看一下会议室好不好 我们的会议室可气派了 哦 那我先去给洪宁姐泡茶好了 洪宁姐是喝咖啡果汁还是水 哦 不不用了 既然这样的话 你们带他管好了 哦 我就回去了 那行那不松啊 那个是这样的 我觉得呢 各位亲爱的同事 下班时间到了 这什么 助理小姐 这些都是要见党的资料 明天一早就要用到 所以今天一定要做完 很重要 这么多啊 嫌多啊 这些都是你助理分内的工作 没关系啊 如果你做不完 我去找白总监 让他帮你好了 哎 不不不 我能做得完 我可以的 红云 这些拜托你了啊 谢谢啊 哦 没问题 拜拜 红云 啊 这个就交给你了 哦 我来吧 拜拜 红云 辛苦你了 哦 拜拜 没问题 拜拜 仲林哥 忙完了吗 忙完了 准备下完了 嗯 有事吗 你 你不要约我吃饭吗 哦 不了 董事长要我去见他 哎 可是 仲林哥 看 我就说了吧 你来我们设计部 一定是大红人 不然的话 为什么这些员工 全把事情交给你做 说明他们器重你 没办法 谁让我是公司的焦点呢 没关系 这个怕什么 不是有我这师哥在吗 交给我了 我来帮你 来 不用了 不用了师哥 我自己可以的 你快下班吧 跟我客气什么呀 来 我帮你 不用 我真的可以的 哎呀 两个人的力量大呀 真的不用了 没关系的 我自己可以 我来吧 咱俩遭都快 对不对 没事的 来来来来来 这是我的工作 我自己来就行 好了 别抢 我来吧 咱俩遭都快 真的不用了 没关系的 我自己可以 来来来来来 两个人的力量大呀 没事的 这是我的工作 好大 别抢啊 真的不用了师哥 就不用跟我客气了 让我来吧 让我来吧 你真的不用帮我 杨博焱 我就知道你会帮周弘英 白总监明明说过 不准任何人帮他 你这是在违背 白总监的意思吗 周玉慧 你看看 现在几点了 现在是下班时间 我利用业余时间 帮他有问题吗 好啊 那我倒要看看 白总监 能不能接受你的理由 完全不需要你操心 算了 师哥 谢谢你 我真的不需要你帮忙 不然待会儿白总监来了 你又要跟他解释了 可是 可是什么呀 你快点回去吧 好好好 我走 我走 不过弘英啊 你要答应我 忙完这些事情 早点回去吧 我知道了 周弘英 多管闲事 周弘英 桌上这些东西 你今天晚上 必须全部做完 否则不准离开 我知道了 你就做一辈子的助理吧 我不会一辈子做助理的 周弘英 周弘英 加油 这是 这是考题 这里面有各式各样的线条 你可以根据这些线条的特性 不管你是协趣也好 重组也好 你把它变成一个 既有质感又美的图案 做完了以后才可以下班 晚上把它交给我 好 爷爷 为什么要我做这样的事情 白总监 你为什么不可以做这样的事啊 我是说 这不是新人才做的事情吗 新人 你现在觉得自己很优秀了是吧 爷爷 我 我没有这个意思啊 这些线条是设计的基本元素之一 你作为设计部的总监 就要比别人具有更强的设计功力 我不这样一条一条地要求你 你怎么带领你手下的人工作啊 我知道了 董事长 去吧 不就是线条吗 怎么可能难倒我呢 这个周虹英 上班这么齐气 我爷爷啊 到底是给你发了多少工资啊 周虹英 是 对 总监 倒一杯咖啡给我 好 怎么 我说的话你还打折扣啊 我马上就去 快点 知道了 这什么鬼题目啊 你真是没事周虫 当我去国外的书是白赌了是吗 这回题目出线条 我下回要出什么 还有完没完 线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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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线条线条 知道了 我马上就去 这个容易最简单了 最简单的最简单的最简单的 最简单的最简单的最简单的 最简单的最简单的 总监 干吗 咖啡要加糖吗 不要 我知道了 请问两位现在需要点餐吗 我们人还没到齐呢 到齐了叫你啊 离下班时间已经过了一个小时了 女孩子嘛 当然要等了 要迟到一会儿 耐心点啊 她该不会不来了吧 不会啊 不会 天哪 吃个饭还要排队啊 不然外带好了 只要咱们两个把周虹云给讨好了 欧山小海 那董事长那边咱们两个 就一定没有问题了 没有问题了 我跟你说 我 难得呀 居然看到你们两个下馆子 而且还是千鹤 那 那是 今天不一样 咱包总宴请贵宾哪 就是那个新人 什么样的贵客 能让咱们包总亲自花银子 同事这么多年了 我也没见包总请过谁呀 今天我倒要见识见识 本大小姐不客气了 今天我就这儿吃了 你还真不客气了 你吃八王餐呢你 怎么 你请客 还能少得了本大小姐啊 是要请谁啊 就是那个新 你不说 我待会儿又不是看不见 请问客人到齐了吗 没到齐呢 服务员 你们这儿最贵的菜是什么 椒盐牛排 菲力牛排 海鲜意大利面 把菜单给我看一下 小孩还会扶着我 我 我喘不过来气了 我感觉我心疼病要犯了 顾奶奶 我求求你啊 手下留情啊 爷爷到底在想什么呀 这到底要怎么画呀 放肆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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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喂 余慧啊 什么 等我吃饭 我不是让你先回去吗 好好好 我先来下去 总监 咖啡来了 刚刚还急急忙忙要咖啡 现在跑得不见人影了 管他呢 爱喝不喝 设计成 优美的图案 设计成 优美的图案 好香啊 饿死了 我们开吃吧 不能吃 贵客还没来呢 你着什么急啊 什么贵客那么大牌啊 你是要请谁啊 不是 我请谁关你什么事啊 关你什么事 关你什么事 我能让你在这吃就不错了 两位好 那个 有没有位置啊 有 原来是想巴结我们新总监 什么新总监 总监 愉快 这儿 过去吧 怎么这么巧啊 你们也在这儿 白总监 白总监好 总监 难道包山请客 我是一定要做陪的 请坐吧 总监 对 好 是是是 那我们大家就一起吃吧 好 坐坐坐 坐 来 坐 坐坐坐坐 来 服务员 来一箱啤酒 小孩快扶我 我不行了 快打一二零 快 快点 你怎么了 没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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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这人就爱饮 别玩了 别玩了 您的啤酒 服务员 你们这边有什么好的牛排吗 有的 有非力牛排 好 我来一份 郑林哥 你呢 我也来一份吧 再加一份海鲜意大利面 我是大胃王 给我来份大的 好得很好 很好吃 小孩 待会儿直接把我 撤到太平间就可以了 总算完成了 董事长 我觉得山东那家公司啊挺好的 也有诚意 而且教浅也不错 您要不考虑一下 好吧 爸 你把握一下 量不要太大 林 什么事啊 董事长 到 好 这个臭小子 干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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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怎么样 好酒量啊 白总监啊 白总监这酒量 真香 好酒量 真香 好酒量 厉害 不用麻烦了 我就直接对瓶吹了 这有多痛快啊 现在最高兴的 就是有人请客 来 我陪你喝 干杯 干杯 白总监 干吗不喝 怕了 干吗都站起来啊 别那么崇拜我 坐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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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来 我一次吹两瓶 众林哥 众林 好 爷爷 爷爷 肚子好饿 都这个时候了 来 知道你肯定费请忘食 是再饿的话 公司茶水仙有泡面 还是师哥贴心 谢谢你了 老男 这儿没你什么事了 你可以回去了 磨磨蹭蹭干什么呢 还不快走啊 董事长 喝杯咖啡 消消气啊 你怎么会有 date 侠人的足吗 同吗 不然就没有人的 你得太太重了 职位了 所以我就不是我 你那么放了 就不会显示走 然后怎么回事 就你怎么放了 不出来 我好 你好 我来 装什么傻 快点拿来 七官 只去哪儿了 什么 考题丢了 没 没有爷爷 一定在办公室里头 董事长 仲林他年纪还太轻 难免有失误的地方 今天已经太晚了 要不明天让他 把资料给您送过来 你别护着他 那我帮他一起找 你放哪儿了 不就在这边 我都不见了 怎么会啊 来 来 冲林 你把考题 放在别人办公桌上了 拿过来 好 爷爷今天这副僵尸脸 找不到考题是死 找到了考题 看我没做更是死 四季怎么来得这么快啊 难怪你小子刚刚啊 壮着胆儿去喝酒 画得不错 画得不错 我只是把词眼淋 我也是发给你 我觉得大家 你确定 我还是试出了 我会试过 你也想到 我还真是 你不不给你 我还真是 这种认试 我还真是 你不想到 想到 你不想到 我还真是 你不能 我还真是 你不想到 我还真是 请不吝点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这是你看的吗 对 我从地上捡的我以为没有人要 所以我 我就看着一时手痒就忍不住 以后别乱讲乱话了 知道吗 我知道了 来 等等 你晚上就吃这个啊 对 我还有很多工作要做 所以我就将就一下 丢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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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刚刚泡好的丢了多可惜啊 这方便面呢根据研究显示 从入口到出口要二十二个自然日 对身体不好的 白大总监 我知道吃方便面不好 可不是每个上班的白领 都能够幸福到一张嘴就一桌子的菜 我能够填饱肚子就已经很不错了 来 走 我带你去个地方 苍天哪 我的命怎么这么苦啊 你有什么命苦的 我花了那么多钱 想见的人一面都没有见上 还被董事长现场抓包 唆使总监喝酒 这帽子给我扣大了 你说这总监也够惨的 你没见当时董事长那个脸 跟刷了层白漆似的 也不知道总监现在怎么样了 总监我是不知道怎么样了 但是我这一个月 就得肯握头吃咸菜了你知道吗 那是 这么多吃的真是浪费 现在怎么办 小丸怎么又来 这姐不能白花了呀 要不问问 那贺本小姐啊 你们 你们部门新来的那个 女孩怎么样 你是说周红英 对对对 就是那个 他呀今天有点惨 估计现在这个点还在工作呢 不是 你们怎么这么欺负人哪 你们太没有同情心了 是那个周玉慧老跟他过不去 我有什么办法 好 那 那个 行行行 我和小海现在要打车回家 你要不要一起啊 去 谁要去你们那个狗窝 今天 谢了啊 不谢 不谢 你不谢你个头啊 又不是你买单 我走了 来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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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机会来了 swings 晕想一下多感人的画面 一个人在孤苦伶仃的加班 忽然间出现两位白马王子 手里面还拿着蚩打 往后边地带 section 哎 白马王子只有一位 带我去哪儿啊 到了你就知道了 他们俩怎么会在一起 难道他们俩是亲戚 都跟白总监成车了 我说的就没错嘛 这个周虹莹觉得跟白嫁有什么关系 所以我们一定要吃定它 请问两位有什么品牌品吗 总监 我们还是换一家吧 这家店 换什么换 不需要 反正是我请客 你怕什么 可是 可是 没什么可是 快走吧 无事献殷勤 飞金极盗 会不会是红门叶啊 请问两位有什么意卖品吗 意卖品 是这样的 我们餐厅响应政府号召 举行意卖活动 如果有愿意捐赠意卖品的话 可以当场享受 我们餐厅的七折优惠 没有 好的 你们请 等一下 这个可以吗 这个可以吗 这你还是自己留着吧 人家要的是值钱的东西 说不定有人就喜欢这么普通的手链呢 可以吗 好的 请把您的名字写一下 好 谢谢 里面请 妈 我回来了 回来了 回来了 妈 今天在公司怎么样啊 怎么这么晚才回来 我跟仲林哥吃饭去了 看来最近和仲林相处得不错呀 还不知道呢 饭刚吃了一半 仲林哥就被董事长叫走了 不错 可能忙去了吧 来 吃水果 来 怎么这么晚了 这红莹还没回来 我给她打个电话 不用了 红莹啊 在我们公司呢 还有好多活儿没有干完 等她干完回来的话 估计就要半夜了 你说什么 在你们公司 还干活儿 我没听错吧 妈 就别提了 想想就来起 红莹不是仿茂 我们公司的设计吗 你猜最后怎么着 怎么着 董事长居然跟他 私下签了协议 官司一笔勾销 居然还安排他 进了我们设计部呢 竟然有这种事 气死我了 还好仲林哥 只是安排他小助理当当 这白董事长 脑子是不是坏了呀 这叫什么事啊 这 就是 怎么样 今天吃得开心吗 这么高档的餐厅我还是第一次来 而且那些个刀叉 我不是很会用 以后这样的餐厅 你多来几次就习惯了 白总监 我一直想问你 你不是一直看我不顺眼吗 为什么突然要请我吃饭 不愧 这是最后的晚餐吧 吃完了 你就要把我开除了 你想到哪儿去了 你都跟董事长签了合约 我怎么会开除你呢 今天就是纯粹我想吃个饭 然后找你做陪 就这么简单 可是吃这一顿饭 就要花上这么长的时间 我还有好多工作还没有完成 你那些琐碎的工作 就算今天没做完 明天再做也一样啊 完全不会影响到 我们设计部的任何事项 白总监 我的工作就算很琐碎 就算没影响 可我也会认认真真的 负责任地把它完成的 你永远都不能理解 这些工作对我的重要性 好 我为你认真工作的态度 向你道歉可以了吧 你知道吗 你知道吗 我从小到大只有唯一的心愿 就是能够当设计师 能够进入白狐企业 这是我人生当中最重要的一步 我一定不会白白浪费的 我相信有一天 我一定会成为一名设计师的 我现在才知道 原来白狐这份工作 对你的意义有多么的重要 我现在总算是懂了 你懂什么 我现在总算是懂了 董事长为什么没让你考试 就让你直接进了设计部 虽然你没学历也没经验 但是你的信念比任何人都坚定 尤其是你认真的样子 的确很有说服力 我何止是信念坚定 我能力也不差啊 要不是应聘的时候被迂会陷害 我还不平时立进公司吗 哪有后来这么多区区折折呀 尊敬的各位来宾 各位小姐先生们 大家晚上好 相信大家都知道 本餐厅为了响应今年的 一城一爱活动 正在举办现场义卖 好 我们的活动马上就要开始了 希望我们的各位来宾 能够积极地参加 谢谢 首先 使我们编号为一号的义卖品 是土耳其的十耳环一堆 来自遥远的东欧 它的底价是一千元 请出价 一千五 两千元 这位先生一千五百元 这位先生两千元 还有吗 一对耳环就三千块钱 都超过我一个月生活费了 三千元三次 好 成就 恭喜这位先生 好 各位来宾 现在编号为二号的义卖品 手工制作的幸运手链一条 你看 我的手链真的拿去义卖了 真不知道哪个院大头 会买你那条手链啊 据我所知 这条手链的制作者 正在我们的现场 我想请他先来谈谈 有关这条手链的意义 我们再进行拍卖 你们说好吗 好 好 朱小姐 请上台 各位好 我叫周鸿英 这条手链是我做的 能卖多少钱 就是 一条普通的手工链啊 对啊 普通的手工链啊 普通的手链 就这手手链 哪哪儿说的才卖啊 就是 这要卖多少钱啊 周小姐 还有别的要说吗 我想说 这条手链 是一条会说故事的手链 就像这样 当我成功克服一个难关 我就会把代表 这个难关的卦室给去掉 也就象征着 我又向前跨近了一步 当有特别值得纪念的事情 或者是想念的人 我就会再把卦室给卦上 就像这颗红衣 就是 在我成功进入 梦寐以求的公司之后 卦上的 除了庆祝以外 更提醒着我 还需要继续努力 我出三千 好 这位先生出价三千 三千三 还有更高的吗 三千五 好 这位先生出价三千五 还有吗 四千 好 这位先生出价四千元 五千 还有五千元 还有更高的吗 一万 好 一万元 我们到目前为止 最高的出价是一万元 对不起 对不起 实在对不起 今天到场的来宾 可真是爱心有加呀 好朋友们 真是对不起 对不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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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么贵 那不是白狐企业的白先生吗 您出价多少 不是不是不是 什么 五万元 第一次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